嘿 我是小船 这期影片我们来说一说联盟行销是什么 以及联盟行销具体怎么赚钱吧 上上一期影片我向大家分享了 丛林打造被动收入的有效方法 然后在上一期影片呢 我也向大家分享了2019年的YouTube收入 现在呢还差联盟行销这一项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联盟行销收入 以及联盟行销具体到底是如何运作 怎么赚钱的 那就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随便留言刷个存在吧 别见怪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向你解释一下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 网络赚钱和网络创业的具体的思维和方法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记得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一定要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YouTube才会通知你 你才不会跟任何重要的信息插件而过哦 那我们立即进入主题吧 现在我的频道为我带来的联盟行销月收入 大概落在1000到1500美金之间 而这个收入呢 除了去注册哪一条链接之外 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就可以获得的被动收入 那听到这里的话 估计你就已经很想知道具体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如何赚钱的 以及怎样的策略才能赚更多的钱 所以这部影片呢 我将会分为接下来的五个部分 向大家详细的解释 第一呢就是什么是联盟行销 第二就是联盟行销的好处和坏处 第三呢就是联盟行销具体的赚钱案例 第四呢就是什么类型比较赚钱 第五点呢是开始联盟行销赚钱的方法 那我们立即从第一点开始吧 什么是联盟行销呢 其实这个故事只有三个角色 第一个就是厂商 第二就是推广者 第三就是顾客 首先出现的第一个角色是厂商 厂商为他推广自己的产品 他会寻找能够为他推广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联盟行销推广者了 这个推广者呢可以是部落客 可以是YouTuber 或者是Instagram Facebook为首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影响者 而这些推广者呢透过创作内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给大家 给予观众一些选择和购买的情报 而这些观众呢看到这些情报之后他们会决定是否购买吗 如果购买了的话 顾客花费的一部分金额就会变成推广者的佣金 这样的话厂商和推广者两方都能赚到钱 而推广者的话就可以高效的获得他想要的产品 而在技术层面来说厂商会为推广者制造一条 专属于他的能够计入流量来源的专属链接 而这个链接呢可以是30天可以是90天的有效期 只要流量进入到这条链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购买了产品的话 从技术层面上花销的金额的一部分的佣金都可以回落到推广者的身上 那联盟行销的价值在哪里呢 它主要是能够为厂家和顾客提高了商品和情报的流通性 例如全世界现在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厂家公司 他们拥有非常好的产品以及非常高超的技术 然而他们可能会缺乏一套行之有效高效的行销手段 因此很多真的需要他们商品的顾客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这个时候厂家只可以利用推广者在社交媒体当中的影响力 把商品曝光给更多他认为需要的人群了 所以呢厂家的优质商品在配合推广者的影响力 使得更加优质的情报和商品能够传达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相信看这部影片的你估计也对联盟行销感兴趣 或者尝试真的要透过联盟行销赚钱 但是联盟行销并不是实权实美 它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的 那我们先说说它的优势吧 我认为联盟行销的优势主要有接下来的五点 第一就是被动收入 第二就是不限场所哪里都可以赚钱 第三呢是不需要任何初期的投资 第四不需要先拥有自己的产品 第五没有库存堆积的压力 其实我自己的情况实际也是如此 现在我在泰国的山村里面边旅行边生活 而现在能够负担我每天花销的主要来自于 包括联盟行销的被动收入 所以被动收入以及不限场所 这两点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价值 其次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任何初期的投资 就好像做传统电商那样 事实上我自己也在做亚马逊FBA 亚马逊FBA为首的一些电商呢 在开始贩卖给消费者之前 我都必须先在供应商那里下订单购买EP库存回来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本来就需要一笔投资的金额 同时也会有库存堆积的压力 无时无刻都会害怕库存堆积啊 滞销或者是平台突然规则改变 商品被迫下架不能贩卖等 所以风险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联盟行销不需要任何初期费用的投资 也没有任何库存堆积的压力 如果能够成功推广出去就能赚钱 就算没有成交自己也不会有一丝损失 所以我认为联盟行销是一个非常安定的赚钱方法 而第三个大优势在于联盟行销是一个 你从今天开始就能够立即开始的网络赚钱项目 当然前提是如果你有流量的话 赚钱效率就会高很多了 为什么说它是能够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做的网站项目呢 那是因为正常的生意模式都是先有了产品 然后再去销售才可以赚钱 但是产品不可能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立即试做出来的 特别是如果要制作一个高质量产品的话更是如此 而走向制作产品再进行销售赚钱这一条路的话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但是如果是联盟行销的话 你能够在一开始先不制作产品 先透过推广别人的产品赚钱 这样的话赚钱效率也会高很多 而关于联盟行销的劣势呢 我总结为以下的三点吧 第一点呢就是能够获得比较可观收入为止 你需要坚持一段时间 第二点在于流量比较依赖于平台的算法 而第三点是佣金完全是成果制的 刚才也说了联盟行销是推广者先创作内容 让观众得到有用情报之后 如果他最终购买了你才会有佣金 而这个流程当中就会牵扯到重要的两点了 第一点在于流量 第二点就是信用问题 这两点都是需要时间堆积的 就好像如果你想要透过YouTube 赚取联盟行销收入的话 在刚起步的时候基本就是没有流量或者是低流量 很难有人看到你的影片 那谈何成交呢 布鲁格也是如此 刚起步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你的部落格 而你的竞争对手已经获得了流量和权重 他们已经排名在搜索引擎搜索当中的第一页 当中的第一第二条了 而你可能在刚起步的时候只在搜索排名当中的第三页 第四页第五页甚至第十页 根本就不会有太多的流量 而不仅如此 在一个领域里面创作的内容更多 在平台当中被信用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所以从流量和信用这两个观点上看 必须要提高这两点联盟行销的收入才会增加 而这两点都需要时间堆积 而从刚才的解释 估计大家也能推断出 曝光等于成交 那曝光呢很大程度上 会被Google和YouTube为首的一些平台的算法而决定的 而大家也知道Google和YouTube的算法总是变来变去 明明昨天还是排名在关键时搜索结果的第一名的影片 文章怎么在第二天突然之间就找不到了 明明昨天在被推荐的影片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没有流量了 这些事情非常正常都经常发生 所以收入也具有不稳定性 而第三点在于收入是成果制的 就好像世界上有很多卖房的经理一样 他们没有底薪靠着提成赚钱 其实联盟行销也是如此 如果房能够卖出去的话就能赚很多钱 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话 当月的收入就会变得很低了 联盟行销跟他是完全一样的 你再怎么推广 如果没有人买的话你的收入是零 而如果有成交的话你才能够赚到钱 那说了这么多为了能够方便大家的理解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三章 跟大家介绍一下联盟行销的具体赚钱案例吧 那么从YouTube频道赚联盟行销收入开始说起吧 例如这个频道就是专门介绍一些3C产品的开箱和测评的 例如他会测评一些iPad Macbook或者是iPhone 还有耳机啊等等 而他可能透过测评这些产品呢 从亚马逊联盟当中申请一条这个商品的链接 放在描述栏上就可以赚不少钱 例如我们把他最热门的影片导出来之后 看一下他介绍这个耳机的影片已经有117万次的观看了 让我们点击去看一下描述栏当中有一条关于这个耳机的链接 点击去发现就是亚马逊联盟当中的商品 所以呢这个影片已经有117万次的观看 只要在描述栏当中放一条链接在这里 就可以赚不少联盟行销的收入了 而这个YouTube只要一旦花时间做好这一条影片之后 就能够非常被动的获得首先是YouTube的广告收入 其次就是联盟行销的收入了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部落格举个例子吧 这是我随便在Google一搜投资里 才出现在首页的相关内容的部落格 然后大家能看到他部落格的内容 主要是围绕于信用卡个人贷款保险等 看一看他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吧 他这个主要是介绍券商的 并且把不同券商的优势和优惠都列举在这里 然后每一个介绍的下面呢都有一个前往官网 点进去的话就是刚才的部落客 在这一个券商里面申请的联盟行销的专属链接 只要你在这里注册并且有成交的话 他都可以获得联盟行销的收入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观众 你迷茫于选择哪一个券商的话 只要看到这一篇文章 并且你真的觉得帮助到你的话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点进去 然后就会透过他的这一个链接进行注册 甚至是消费了 如果你能够坚持到现在肯定 也真的在考虑透过联盟行销赚钱 但是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在犹豫 不知道要推广什么产品 然而联盟行销基本市面上已经覆盖了 所有你能想到的领域 包括金融旅行教育培训等等等等 那要推广什么才会获得更加高的收入呢 接下来将会进行到第四章 就是推广什么类型的产品 更加容易获得高收入 其实你记下以下两个概念就可以了 第一点就是推广佣金高的商品 第二点就是推广敏感商品 佣金高的商品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例如推荐信用卡 别人的线上课程或者是虚拟产品等等 那我们展开来说一下 例如某一个线上课程它的售价是997美金 它的联盟行销佣金可能会给到35%到50% 而如果取它是35%的情况的话 你能够成功推广一个人 你的收入将会是350美金了 而刚才说到的虚拟产品呢 最低指的是一些软件 例如做亚马逊的人肯定知道有一个选品工具 叫jungle scale 基本上做亚马逊的人每月必用每人必用 而它的每月费用是69美金 你一旦推广了 它就百分百的返还你顾客付的费用 也就是说一开始你的佣金是百分百 而这个软件是订阅制的 厂家就是在赚接下来顾客要付的钱 那为什么推广虚拟产品赚的更多呢 因为虚拟产品它不需要负责库存 不需要负责物流 一旦开发了之后它的维护成本很低 利润空间更大 因此才能够给推广者付更高的佣金 而刚才说的第二点敏感商品指的是什么呢 例如脱发 早起来啊等现用品吧 首先这类产品大家很难以自己去店铺里面购买 并且也非常难于起始跟身边的人交流或者获得情报 一旦有了这些问题大家都会先去网路上搜索 看一看有什么对策 有什么商品介绍 之后再会做购买判断 所以呢通常而言这种商品都会卖的比较好一点 那现在进入到最后一章 就是怎样才能开始做联盟行销呢 概括起来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三个步骤 第一点就是开设推广平台 部落格 YouTube频道 甚至是Instagram和Facebook 但是做联盟行销来说的话 比较好的平台还是部落格和YouTube的 因为Instagram的话 他在贴文不能po link 只能po在bio那里 而Facebook的话 通常而言发贴没过多久之后 平台就再也不会推了 而如果是YouTube或者是部落格的话 就能源源不断的能够获得有机流量 就可以一直赚取比较好的被动收入 第二步在于去平台 去厂家那里注册 获得联盟行销的链接 现在基本上市面上的所有商品 特别是虚拟产品 都会有联盟行销的网站 例如我很喜欢用Gramary 所以我就直接去Gramary Affiliate那里 真正觉得它非常好用 而且基本功能全是免费的 非常好推广 并且能够帮助到别人 所以我就直接在搜索引擎那里搜索 Gramary加Affiliate 就能够把他的联盟行销专属的网站找出来 你在那里注册 申请一条专属于你的联盟行销链接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推广的虚拟产品的话 都可以把他们商品名再加一个Affiliate 就能够在搜索引擎那里把它搜出来 除此之外 如果你住的地方或者是你的观众群 主要是英语母语国家的话 可以去Crickband或者是CJ那里注册 在里面选择自己想要推广的联盟行销的产品 获得链接再去推广 还有美国日本英国之类的站点都可以做亚马逊联盟 而关于亚马逊联盟 具体的攻略还有做法分析等 都在频道的这几部影片解释过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而如果是台湾的话 你可以去联盟王通路王 沃克莱等地方 选择要推广的产品进行推广 而如果是大陆的话可以去做淘宝联盟 而最后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制作内容 然后放置链接了 基本上而言开始要做联盟行销 其实就只有这三步 但是做联盟行销赚钱 你必须要有的觉悟就是 一开始的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你可能只能获得比较微薄的收入 毕竟像刚才也说了 在刚起步的时候 你不供内容支撑也没有人认识你 无论从流量上算法上 甚至是信用度上而言 都比较难获得成交 可能有些人是想要急着赚一些小钱 觉得这个赚钱方式赚钱效率太低了 但是事实上可以说联盟行销 是获得被动收入的最佳途径之一 就好像如果你想要急着赚点小钱 在网络上做一些简单任务 填个问卷 能够赚一点小钱 或者是去上班的话 只要你一旦停止工作 就不会再有收入 但是呢 例如如果透过YouTube 专取联盟行销收入的话 即使在未来一年不更新影片 一直都在睡觉 平台也会不断的一直推广 布广这些影片 所以也会一直有被动收入入账 这不视为一个性交比非常高的方法 当然想要成功走到那一步的话 绝对也不简单 至少你还需要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 例如就是第一步 你怎样才能获得流量呢 而在这部影片的描述栏 那里有一个70分钟的免费培训课程 在那里会详细的教你 怎样才能透过YouTube 获得更多的流量 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去看一下能不能报名哦 还有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只要你对网络专业和网络赚钱感兴趣的话 那就记得一定要订阅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跟任何重要情报插进而过 并且如果你对数位游民的旅居生活感兴趣的话 那就记得不要忘了订阅我的Instagram 在那里我会发布很多在这里不会发布的内容哦 那我们此一点再见吧 拜拜